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做有氧的目的呢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减脂了或怎样 而是我们发现每次做完有氧之后呢我会觉得很饿 我就可以吃了更多 但值得注意一点是大家千万不要做太多了 比如说10到15分钟就是刚好的一个让你来醒来 或者是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调整我的坐气时间 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就是8点半起的床 然后现在呢做完有氧是9点42 现在就开始吃第一顿早饭 Let's go 这就是我的早饭跟以前一样非常非常简单 三个鸡蛋 然后一点点燕麦 加一点点花生酱 然后这个花生酱大家看到有非常非常多蛋白质在里面 而且口感非常好 这个牌子叫什么 我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吃 其实现在呢很多就是健身的博主包括美国这篇 Christian Guzman 比如大家现在看我在看的这个 Summer Shredding系列呢 就是 他们就已经开始减脂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大家也知道我的情况之前因为饮食啊 生活不愈率然后掉了很多体重 我现在呢属于恢复期 我希望呢总先增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减脂 所以咱们再等几周我现在先把东西吃完 其实现在呢是早上十点钟离我训练呢 我训练了十二点 还有点时间 我带大家到圣地亚哥非常好看的一个海滩看看怎么样 那咱们换顺衣服 Let's go olha 这样 お 2 2 3 现在呢大家看到我来到了 The Gym 这个健身房 因为现在到了训练的时间 我觉得很久没有给大家记录 练腿的这个过程了 所以今天呢我跟我的好朋友Michael 还有大宝贝一起过来 约一发练腿 大家都知道练腿什么感觉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现在是既紧张又兴奋 我希望大宝贝能够手下留情 好吧 我们进去 如果没关系的话 如果别人说话的话 肩膀是非常强度的 你得必须测入整个脚肪 而肩膀 你一件事不可以用5回合 你不可以用10回合 我的天 第一组就40个 第一组40个 Buff,也是 Yeah, there we go Push through the heel Got it Yup Mike, what you can do Watch as you pan around Watch this hamstring and glutes Come this way Glutes and hamstring, too Good There we go, screams Boah All the way down Boah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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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tomorrow we take a wide stance OK OK 40 reps Shoulder width 好 嗯 那你會不會讓你合作串 這就是會發對 刺激 öğ者、市民間的淀 Add Add Crown 暗躁,今是增加重量的原因 然后20秒钟,然后25秒钟,然后30秒钟 然后继续练 每次他5秒钟,加更多重 只剩下时间是足够的时间 我们要做的是 使用血浪流入脚的脚步 然后我们要加多酸酸,加多酸 改变的气候在内部的股脚 我们要加多酸酸的股脚步 在这股肌上的肌肉是会发挤的肌肉 像火热在那股肌上的肌肉 这会是威风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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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來 我們要把腳放在一起 我們要做一個 squat動 跟腳踏在前面 中的重點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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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器械如果大家沒有的話 可以用史比斯器械來代替 把兩個腳併起來 身體靠在桿上 有一樣的效果 但這個器械真的更低 現在我們重新加弓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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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哎 哎 如果大家希望更多次你的腿外侧的话 一定要有个大脚趾头感受发力 这样的话会感觉更好一点 滑膀 斜基本上 一样的东西遇到关心 膀調 身软 身软 不然你会保持滑膀 的石头 好的 这一篩存在有力量的 IDE the hamstrings and the tie-in what you want to be careful is always keep the glutes activated and engaged because it sets a stabilization a platform to keep the pelvis steady and stable which will protect the lower back okay this one now we're going to finish up our pressing and our quad focus movements always complete range of motion this one toes are straight up and down mostly rectus femoris and the quadriceps intermediates right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quads got a little bit wider just a little bit straight up and down there you go five feet 20 reps good awesome that depth also breaking into the hamstrings can you feel it? yeah excellen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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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you think? i told you guys okay coach see me still has a little bit energy left so he decided to go out prett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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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good 我叫做容易,但我真的不是很容易 不容易,但事情是不同于重量 你可以重量重量,所以你混合 因为它总是在缺乏 momentary股膀的缺乏 费,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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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fatigue can you make in those muscles all of those stimulants will change the muscle make the muscle grow now if you ask them tomorrow where they're sore the guys will say sore everywhere inside, inner thigh, outer thigh, rectus hamstring, glutes, everywhere lower back maybe a little bit too but that's okay that's adaptive process good, sounds good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guys 大家看到我们刚进行一个非常残忍的腿部训练 progressive overload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加片 但加片的过程中又加次数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做十个 然后马上一片两片的时候加到二十个 然后三个片三十个 四个片四十个 已经是全身的血液 没感觉了都 对很麻 我估计我们现在必须得赶紧拉伸 不拉伸的话肯定会抽筋 以我的经验的话 今天大家看到我穿的所有的衣服 包括早晨T恤 以及我那个蓝色的T恤 还有这件背心呢 还有短裤 都是来自于优衣裤的衣服 他们给我寄了一个新的系列 叫Orison Alexander Van 如果大家知道奢侈品牌的话 就知道Alexander Van 他们的新的一个联名款 他寄过来给我 然后测试一下它的功能性 我觉得不得不说它功能性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是排汗性啊 以及这个舒适度 非常适合你做有氧 或者就是做那种大夏天 出很多汗的血泥 你看今天练腿呢 我就一直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想给大家强调的一点是 男生也一定要注重臀部的发展 就是很多女生都特别特别注重臀部 但男生不是 男生呢 练练腿就可以 甚至有些男生不喜欢练腿下去 变得细一点 个人的审美来讲 臀部首先不仅 让你变得更立体一点 同时呢 如果你臀部练得好的话 对你的LOWER BACK 你的腰也是一种保护 在你做比如说硬拉呀 还有深蹲的时候 它不会让你的腰进行一个代场 那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当你练腿没感觉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提前做一个动作 来激活你的臀部 躺下 比如说你先刺激这个臀部是吧 你这个腿可以弯一点 然后这个腿伸直 这样 提起 你这注意点是 你看看看 我这个脚前前是脚尖我会勾的 同时呢 大腿没有就是放在地上 一直在抬起来 过去 回来 算一组 然后咱们每每边做十个 当你做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你这个臀部 有一种非常酸的感觉 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每次练腿之前 大家先做这个动作 就是你现在做完了 可能你的臀部 已经有一种灼烧感了 带着这种灼烧感的去练腿 就会对臀部一个非常好的刺激 就是今天的臀部的一个小tips 咱们现在回家 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腿部训练 以及臀部的激活小技巧 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转发评论哦 同时呢 视频最后还是为大家做一波粉丝福利 转账屏微博上的原视频 三天之后也会抽一名幸运的小伙伴 获得这个还没有发售的 优衣库呈Alexander Wayne 联名款T恤 好 最后我还想说 最近我一直在调整状态 但是呢 一到两周之后呢 我就开启了我的备赛的计划 我希望跟大家跟我一起完成这个目标 而且我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 相对于增绩来讲 这个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已经比了很多次嘛 好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